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换句话说9点28是撞击点 9点左右这台工程车在现场 如果说9点13有通过那表示 整个这个车子滑到轨道应该是在9点13到9点28之间 我们这个也说提供给这个相关的单位的参考 第二个目前整个死亡人数最新是50人 司机员议员 助理司机员议员 还有这个陈哥有48人 那目前确认死亡名指的有44名 那这边跟各位报告 因为现场的状况是很多尸块都残缺不全 所以在检察官这边也非常辛苦 就是到底是谁的这个怎么把整个大体把它弄完整 非常辛苦 所以会在50人这边做会有调整 然后在受伤的现在最新刚刚10点半是178人 总共178人 那住院的现在剩40个人 那在有4个人还在加护病房 待会我会请卫福部来做这个 这些住院人员的一个说明 那第四点是昨天提供两线的专线 到目前为止有20个人次 这个接受这个服务 也就是说我们安排交通跟住宿到花东 那我们在花东 现在增加很多人 就是有80位同仁在花东地区 对于重商跟迷难者的家属 一对一的关怀跟协助 那第五个今天早上 昨天我们就开始进行 早上8点在台铁局在交通部 有成立0402台铁408次 泰鲁阁事故的一个关怀的一个专区 那在专区里面 包括我们现在人员抢救的状况 包括我们上网的这个慰问情形 以及包括我们现在在工程上的这个进步 还有我们相关的负责的窗口都会在上面 所以如果除了我们钻线以外 在网约也可以得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资讯 那在第六点在 昨天事实上我们整个进场 抢修是在晚上 就是21点半 那主要是要经过检察官的同意 因为他在收集相关的这个证据 所以我们是昨天9点半才开始进场 进行抢修的工作 那今天早上6点半 这个整个车子 在落在外面的 这个 1 2跟3 1的部分已经 这个脱离 那这在6点半 然后在9点15 第二台车也脱离了 这意思是说 在整个隧道里面 我们在 比较接近外面的地方来做脱离 所以说从一车 二车 三车这样来进行一个脱离 那目前在 第二车又在9点15脱离完 在第三车的部分 因为轨道数码非常严重 大概100米 现在我们先做轨道的修复 进行完以后会再进行 这个第三车的这个脱离 那早一点就是在 包括里面相应的进入 现在目前也有 部分的大体还在 这个里面 需要把它拖出来 然后整个通车也需要 这个完整的脱离 才有办法进行 那最后一点 这边跟大家报告 说我在这边以外 林部长一直在现场 昨天他中午过去以后 到11点多 在现场也做很多的 相关的一些指示 今天早上7点 他又到事故的现场 早上也跟我通过电话 对于整个这个看法 他有做一些这个指示 那他也特别指示 就是明昂局在花东的航班 就除了现在的这个铁路以外 花东航班也要正办台北花蓮 跟台北台东 这边都会增加这个班次跟座位数 那今天部长 除了早上7点以外 他陪蔡总统到各个 这个医院在慰问商者 那他表示说 他会在那个地方 这个再继续停留一阵子 那在这个地方就在台铁的 这个指揮中心部 在由我这边来负责 那以上我就这样简单把这个简报 那等一下划给他家里面 有更细的部分 请各位再参院 那接下来 我请法务部的林锦春师长 他是检察室林锦春师长 对相应的情形 可以做一点说明 指揮官还有各位媒体先进 那跟各位媒体报告三点 那第一个是 法务部的所属检察机关的检察官 跟法医 在昨天发生这个不幸的事故之后 那检察官跟法医 日以聚业 不休息的 那初步已经完成 全部50具 的初步的相应的工作 那其中 有44名已经确认他的身份 那另外有6名 没办法确认身份 是因为在现场 并没有找到 可以辨识的证件 或者资料 或者是他的家属 尚未出面来指认 那这个部分 还需要进行DNA的比对 以及他的家属 来出面来指认 那有关DNA的部分 在昨天 收集到相关的DNA的检体之后 已经连夜专人 送到台北 由法务部的法医研究所 跟刑事局 来进行比对 希望能够尽数比对 出来这个结果 那另外第三点是各位报告 因为为了便利家属来指认 这个遗体 那所以台湾高等检察署 也协调台北跟台东地检署 设立24小时的指认中心 来便利我们家属 来出面 来指认相关的这个 遗体的工作 那这个部分 会有专人来协助家属 那以上做三点的补充说明 谢谢 接下来我请卫物部的 医师设计研究员 来作为有关注意住院状况的一个说明 那依据目前早上的情况呢 在昨天有178个个案送到医院去救治 那目前在住院的人数呢 是有40名 那如果是已经住进江户病房的病患呢 目前都是安置在花莲地区的医院 那这些医院也都沉溺的在协助一些持续的救治疗作业当中 那以上简短的说明 接下来消防署的吴秘书对现在救援的状况 大家关心说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大体 消防署在这边报告 目前早上9点15分我们在第二阶车厢移出以后 现场我们的那个花莲县消防局的特效人员 持续在现场配合台铁抢救 那据闻在里面的就是在第三阶跟第六阶车厢 可能还会有那个遗体在那边 那经过拖出来以后他们立即进去里面搜索 经过目视在第六阶车厢 就是六车的部分 那会尽速的再把那个遗体来把它移出 然后持续的配合台铁的整个那个 车厢的那个脱救的进度 那我们持续的做那个搜救的动作 谢谢 接下来就是不是跟媒体有什么问题要提问 好的那我们现在是媒体提问 请问一下有哪位想要了解一下 麻烦请先自我介绍一下 谢谢 您好 我们是那个IDS智慧洋杂志 就说我们知道说这个编波的这个检测系统 其实已经列入那个前瞻计划里头 那但是这一次的状况其实是排除在之前的那个 那个状况表列里面 那是不是这样子会针对我们整个的编波防治的计划 会不会重新检讨 好我是联合报记者 那我想要询问一下是说 因为昨天有有记者在现场拍到工程标牌 那上面有写到说这工程 其实应该早就在1月 今年1月20号就完工 那目前好像是已经有延宕的状况 那不晓得他延宕的原因 还有施工日期最后确定是怎么样 那厂商会不会是因为要赶工 所以停而走起来要订厂 对那另外 第二个问题是想问说 因为这个工地主任他出报已经不是第一次 那其实过去也有他想要蒙骗花莲县府的一个前科 那为什么就是有相关前科的承报上 还可以拿到这个台铁局的标案 谢谢 好的 第二问题好 好 那是第三个 然后我是中央社记者余晓涵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有说未来可能不排除对厂商求场 那这个求场是对那个李姓主任个人呢 还是那个那家大的比较大的那间承包商 另外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了解李逸祥跟逸臣营造 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谢谢 好的 那我们是请由动物局长先做回应 那三个提问 好 是来跟各位媒体报告 首先有关于边坡的房子 这个事件 事故啦 他其实不是在边坡滑落 而是在边坡施工的单位 依据发生一些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也会做检讨 但是这不会影响到我们台铁局目前进行的边坡房子的作业 好 我们会照进度来办理 那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个 有关于这个 施工的进度 原先啦 原先这个进度的确应该在一月就应该要完成 但是据了解 这个案子呢 他是有施工有延宕的情形 好 我们了解呢 这个施工呢 他预估呢 要到5月底才会完成 但是呢 他延宕办理的这个程序 还在进行中 好 那这个部分 我们台铁局会深入的去了解 好 程序的部分 我们也会加以了解 好 来做一个处理跟追究 好 第三个 有关于这个蒙蔽的情形 好 我想这个 也谢谢媒体的告知了 好 这个我们也会 是 下去以后我们会来做深入的一个查明 好 第三个问题就是有关于求查 好 当然 我们现在台铁局对于这个救责 包括我们台铁局本身应该负责任 以及我们这个施工厂商 他有的素质责任 好 我们都会 好 这个来研议 好 那这个我们的进程会 包含像刚刚前述的这些厂商的求查 是 对 包含这个营造厂商 好 跟他附属的 好 这个异乔工业社 好 这个我们球场的对象 好 我们未来好 我们会 依据我们合约的关系 好 我们会来审慎的来进行 明示新闻记者提问 想请教一下 因为现在联合大地手上 还是有不少的公营案件 我们会先让他停止 进行 然后要求他们来说明 嘛 再来 那个边坡那边 为什么没有设安全为理 以上 你好 华氏 请问 延续刚才这个边坡的问题 想要请教一下 这一家承包商 他还有没有在进行 其他地点的这个边坡 或者是民隧道等等的相关工程 正在进行的施工 那针对这个边坡为理 有没有列入我们当初 合约书的范围里面 必须要做的安全措施 谢谢 好 还有我可以去看用 好 您这三位 那您就先一个总问题 您好 淮宇新闻提问 想要请问检察官 就是说 侦办这个案件是否有 那个刑法定185条来侦办 那除了这个相关法令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法令 要来对这个承包商跟负责人做起诉 谢谢 好 我先来回应前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零和大地这家公司的监照 我们会不会继续 他是在这个案子里面 他是监照 好 所以在其他 好 如果他有涉及 好 其他案件的承办或监照 好 我们会先积极的来审视 好 我们这个其他的 有关于我们路线 好 鬼旁工程 好 我们要要求 好 要做到 这个万无一时一合约要求好 确认以后才会继续来进行 好 做到完全的安全 好 那第二个就是有关于这个 围里好 跟安全防护的一个设计 这个我们在合约里面都有规定 好 那至于现场的围里 有没有符合 好 我们合约规定的这个安全的范畴 好 我们也会理清 那这一部分呢 运安会 好 他已经深入调查 好 所以我们会配合尊重他的调查 好 我们现在请 那我请林景村林市长 不好意思 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是 承包商有没有在其他地点做 施做任何的工程 这个我会去了解 因为我手上现有的资料 没有这一个部分 了解以后再给您回报 好不好 好 我们请 来美女 来美女 这问题是长的 好 顺便看来对美女先进所提的问题 就是这个个案 那目前的可以跟对外说明的是 简单官已经就这个被告 依照过失致死 跟伪造文书的罪行 来跟法院申请羁押 那当然这个案件在侦办当中 还没有侦察终结 那简单官一定会就这个案件 所涉及的相关的罪名 或者是说有没有其他的罪行 那这个部分简单官都会一并加以调查 跟深度了解 以上说明 谢谢 明治新闻提问 请教这一次战票当中 到底有多少伤亡 就是伤亡是在战票当中有多少比例 然后再来 台东B身份证号实名制 是否有排在八丘那有多少人数 再来我们有提到说台铁局长 目前为止都还是由交通部次长齐文中来代理 结果一代就代三个月到现在都还没有局长 那想请教是不是也是造成这一次事故的失职 您好 华氏提问 就是刚刚杜夫有讲到说我们的合约里面的确有规定到我们这个边坡 或是违离的这个规定 想要详细的问一下我们的合约数里面是怎么样的来违反 谢谢 我想延续一下那个 那个问题 就是因为昨天有民众 升款的民众有讲说他募集到 几乎所有战票的旅客都全倒 那不知道像这样的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未来对普悠玛号或是泰鲁克号 在战票的一个措施 好 我先回应就是前面两个问题 第一个 战票这个情形我们会运用这个商网的一个统计 还有就是我们战票发售的情形做比对 现在进行中 了解一下是不是这个战票会对这个 中间的关联 好 抱歉 就是会来分析好来了解好 战票的旅客跟这个商网中间的一个关联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130公里的这个车速发生放弃 那这个站立的旅客当然他会跌倒 就是成如刚刚媒体讲的 有目击者的宣称 但是在这个案件中间 是不是我们会考虑这个以后来做战票的限制等等 范畴 这个我们会做 根据我们的比对以后 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好跟改善 那另外好就是有关于那个UV实名制 这个列车 他是提早开放 408次 是给我们东部旅客优先来做购票 那这个动作是要实名制的 那但是开放三天以后 如果还有剩余车票呢 就开放给一般民众来订票 那所以这个也 这辆车也不是说完全是我们实名制的旅客 来订定 那相关于这个实名制 这个购票的情形 我们现在也正在比对 正在做处理 好我这边就 刚才看到齐次长这个部分 事实上台北 从普遍号发生以后 普遍号大家知道他主要是在测量的客户 那前一阵子是轨道的问题 所以 事实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对于台铁 包括总体检的各个 这个要求他们的进度都有在进行 那这些当然是一个施工 他这个在工地管理上面 一个很大的一个切施 那我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 这段时间 部长的确对台铁局长 希望能找到一个能够来真正来改革台铁的人 这个方面他非常努力 甚至应该在询问说 有我们现在的 有没有局长要去 也有大概这样的工作 所以 呃 就是376位 6个 那过去是没有站位 那后来就是 因为花花东 一票篮球 所以开放了120个 也就是说 每一个车厢 大概有15个站位 那当然就是说 刚才提到 事实上因为我们现在 在连这个 呃 死亡 死亡的这一个姓名 现在还在最后的确定 啊 的确 我跟大家报告就是说 过去像游览车的事故 因为他都是一个 以及社把 团客的名字 这个爆出来 所以 非常容易去找到 但是 基本上在 这个 铁路部分 基本上是 是一个 呃 比较没有这个 相关 就说有个名单 所以他事实上 比较 困难去 确定 的确刚才谈到 UV的部分 就是台东花园部 我们昨天也用 各种方式 在做一些比对 那这比对 是 希望从这个 资讯里面去了解到 相关 比如说账票等等 但是 的确很困难 因为基本上 尤其账票 完全没有记录 所以也不知道 是怎么样 所以 但是我们这边再努力一下 最后 用我们有限的资讯 我们希望把这个 把它厘清 那当然 如果说跟站位 则伤亡 特别严重 那这个我是觉得台铁 就必须做一个检查 不好意思公志提问 想要提问一下这个 清明书运的部分 台铁现在目前的这个 造成的影响 还有这个班次受到影响 有没有最新的统计数据 还有这个班次受到影响 有没有最新的统计数据 想请教 就是说 除了这一次 除了这一次的事故 在这一次事故 发生以前 其实陆陆续续 都有很多 这个所谓的轨道入侵的事件 造成 大小不一的伤亡 那我不知道说台铁针对这个部分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 防范措施 或是说有什么样子的补强 企划 让以后这种事件 不会再发生 不好意思 刚刚前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工程合约里面 对于围离的这个规判内容 那这肯定有详细了解一下 等一下 好 那我们就先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想了解一下 你们有没有去盘点全台 台有哪些地方 有多少地方是可能像昨天 那个一样 会容易有外 就是外屋入侵的这种地方 好 谢谢 那我们三个屏幕 我就先回应一下 然后杜律长 先回应一下 刚刚请问的工程合约为例 我是讲说 我们工程合约里面 对于施工中的安全防护都有规定 那至于在这个合约里面 安全防护对于围离的规定 让我们背后去查一下 再跟各位报告 第二个 刚刚提到的清明疏运 那这一次 这个 以昨天的统计来看 就是基本上 清明疏运的这个量 并没有太 好 我们在清明疏运 退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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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昨天为止 大概一共是在输运期间六天 大概是退了六千多张 那但是对于整个输运来讲 我们的量呢 并没有降低很多 那至于这个运转的情形 就是以昨天为例的话 有经过北回线 这一个区段的我们的成绩车呢 我们大概延误 每一班车是大概70到90分钟左右 那因为在现场我们有做了加强防护 另外我们对于现场的速限 也给他做了改变 我们加强运转整理各个措施 所以预计 今天的这个delay的情形 会有所改善 大概经过北回线那个区段的成绩车 应该是 会延迟30到60分钟左右 这么一个状况 那再过来就是事故前轨道入侵的防范 我们在 昨天开始我们已经全面去清查 其实跟各位报告 我们在清明书运这个重点期间 我们原先的计划 就是停止所有原先的一切工程的施工 所以今天这个意外 我们也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那但是对于这个轨道入侵 可能的地点 我们已经有在做盘查 然后在复工的时候 没有达到标准的 我们不会给他复工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工程合约的 刚刚我讲过 我们会清查以后 再跟各位来来做报告 谈点其他地点的这一个项目 我刚刚也报告过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针对那个就是编坡房制的那个厂商 他原本预定要施工到1月20号 那现在我们让他展延到5月份 那这个是有依规定来展延吗 还是他自己展延 那如果他自己展延 这个是不是有涉及到罚款的问题 本来到1月20号这个期限 还有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是公民记者 竹水文 我要来参加这个记者会 你们 一楼保全说到四楼 我落到四楼再下来 然后我从你们这个指示标示呢 都要低着头看上面 地上的标示 另外一点我刚刚在网路上面看 三立的新闻 你们在调挂作业 上面站的施工员 或者下面的施工员 都没有安全 维护 上市在普庸马的事件 我也做了这样一个报导 也给你们台铁局 结果到现在 你们的作业还是这样 那我不晓得 你们到底对 民众的反应 当做什么在看待 连基本你们自己的 一个位置 连保全人员也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那请务保全 你们给他的资金是什么 谢谢 好 那还有吗 那我们就这两个就先回顾 好 那谢谢 那我们做问题想来 好 刚刚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就是 1月20号 1月20号 我们 就是应该是完工 就是期限 那在5月的这件事呢 据我的了解 他程序还在 还在进行中 程序还在进行中 所以在这一个部分 我们会去查明 那整个施工 他这个 在展银的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疏漏的地方 那刚刚后面那位先生呢 那个很抱歉 先给你致歉 那可能是我们车站的保全 我们没有很清楚的交代他 那像今天这个大记者会 的确我们应该好 要 比较慎重的好 来 这个公告 来引导各位 非常抱歉 现场这么多媒体 那这个我想我们新闻联络室 一定会来改善 那以后如果 记者小姐先生 对于这个采通 采访通知 如果有什么地方 不明白可以直接联络 我们新闻联络室的主管 一定给予最大的一个心 那也谢谢您今天来采访 那至于 我们的这个 安全维护 以及我们的这个设施 那也非常谢谢 您的这个建议 其实我们是非常多 那中间有什么疏漏 那我想我们一定会虚心的检讨 非常感谢 谢谢 那我们最后一次好不好 想要最后一下刚才讲那个 原定施工日期 原本是1月20 那目前是有展延的状况 但因为1月20到现在 也已经两个多 快两个多月 那怎么是现在才 还在程序中 对不起我一个问题不用卖拖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我是原住民电视台 那个一个火车 它三四百人在车上 那如果说从那个上次搞鬼案 到普悠玛到这一次 我觉得它是一个重大的事故 那因为一个边坡没固好 它就会发生这个事 它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恐怖攻击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个是不是会需要更小心的地方 那事情发生之后 现在除了一方面救灾之外 铁路局现在有没有很快速的 要马上处理哪些部分 OK 就是刚刚我已经讲了 展延的部分 我们会后会去看一下 我们实际现在进行的程序 有哪些我们会很快的 跟这个媒体来报告这件事情 第二点我来说明 事实上也 刚才有一位记者在谈防护网 他讲微理 事实上可能在谈防护网的事 那的确就是说 在铁道旁边要不要设防护网 这一部分我是觉得台铁可以做一些检讨 就是过去他们的 有些地方有做 但是他们在防止外物侵入 大部分都在平交道 比如说有这个车子误床 或是什么动物误床 所以过去在六年行车改善计划里面 也做了很多的侦测器 去侦测说平交道有什么问题 那我是觉得在特殊的一些 比如说他的边坡本身是比较躲峭的 过去当然他们这次的计划也是在做边坡 这个未来在他们工地管理的部分 尤其对于比较这个陡峭的这些工地管理 针对铁道本身的防护网的部分 我是觉得这一部分可以做一些这个检讨 如果他是属于所谓基础设施 比较脆弱的部分 包括刚才谈到 如果他当作一个故意的攻击 这时候台铁局应该对于基础设施 如果容易遭受这种恶意攻击的部分 应该来加强 我想这一部分 这个在交通部会责任台铁来做这件事情 好 那就谢谢各位每个人 然后那个 再为人家稍早记者会的重点 目前调查的最新的状况呢 工程车是在9点的时候抵达现场 而在9点13分 当时是有一辆自强号列车通过了清水隧道 不过在9点28分 却泰鲁局号撞上了这辆工程车 疑似就是在这15分钟内发生的状况 不过至于事件是否跟现场施工 没有装设安全威力有关 这个还要再调查